真实的祷告 感觉和神特别近 觉得神就在你的面前 觉得有话跟神说 心里特别凉堂 感觉神特别可爱 你就特别受激励 心里特别凉堂 感觉神特别可爱 你就特别受激励 弟兄姊妹听了又享受 就觉得你说的话 是她的心里话 你所说就代替她要说的 这是真实的祷告 当你有真实的祷告之后 心里就得平安 心里就有享受 爱神的劲儿就能起来 觉得爱神是人生最有价值 最有意义的事 这证明你的祷告 大道过小梁 祷告不是走走行事 走走过城 或被备备神话 就是说祷告不是学话 不是魔法 祷告必须得 大道心能交给神 与神交信来 接受神的感动 祷告 祷告要达到好的国小 必须建立在独生化上 在神话里 祷告才能有更多的 才能有更多的开启与亮光 依次真实的祷告 以此真实的祷告的表现时 对神所提出的要求 有苛目的心 而且愿意达到 愿意达到 对神所恨无的也能恨无 在此基础上 假意认识 对神所缠明的真理 有人是不模糊 祷告之后 有心知有信心 有人是有实行的路 这才叫真实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才达到国小梁